一人之便 重于九鼎之宝 三寸金蛇 强于百贯之师 欢迎各位老师同学 来到我们南州交通大学 校边的联赛小组赛 A组第三场的比赛现场 人故有意思 我拒绝在逃避恐惧中厌弃 人故有意思 我希望在追逐热爱中阵亡 人故有意思 我们从不畏惧 人故有意思 梦想让我们向死而生 正方一变 刘栋 正方二变 赵宇彤 正方三变 叶家伟 正方四变 王兆芳 我们是艺术学院代表队 落寇赛场各位 怎么办 怎么办 艺术 加油 艺术 加油 请我们现场的未来艺术家们 稍稍克制一下子的表达欲望 保持安静 现在是立论陈词阶段 有请正方一变 很荣幸能与对方面语 一起讨论这个关于毁灭的话题 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好像我们会毁在 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上 我们在焦虑什么 我那么爱那个女孩 但当我在这段感情中 不断地甜蜜复出时 总觉得会有那么一丝 隐隐的不安 万一有一天她不爱我了怎么办 但热爱不正式 完全没有利润的结果 都集中在一起的过程吗 我爱她 我越来越把生活中 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全都放在她的身上 我爱得发狂 爱得不能自已 然后终有一天 她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我的整个人生都毁掉了 热爱让我们失去自我 因此它是危险的 如果恐惧和热爱 都是危险的话 恐惧更像是电文拍 而热爱更像是灭文灯 在恐惧的围捕中 我们尚有可逃之处 但在热爱的诱惑下 我们每个人 都像是扑火的飞蛾 如果我们把视野 从个体扩大到全人类 我想起了贺旭黎和奥威尔 他们都曾经问过 同样一个问题 人类将会怎样灭亡 奥威尔所担心的是 书籍将会被禁止流传 贺旭黎所担心的是 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 因为人们将自发的不再去阅读书籍 奥威尔所担心的是 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 贺旭黎所担心的是 我们将面对太多的信息 以至于只能被动接受无法自拔 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埋 贺旭黎担心真相将会被 无关的海洋所淹没 奥威尔担心我们的文化将会被禁锢 变成一片荒漠 贺旭黎担心我们的文化将会 因为琐碎而杂倒重生 打住我微不足道的事物而感到痴迷 奥威尔提防那些 我们所恐惧这么无难 而贺旭黎则担心 人类将会被我们所宣爱的一切 这种PPT啊 今天我们阅读越来越少 却娱乐越来越多 新闻越来越少 却八卦越来越多 当我们正盯着一条明星的绯闻 兴奋不已的时候 不就是在印证着贺旭黎的预言吗 娱乐之四 我们正一步一步 走向我们所热爱的 为我们挖掘的坟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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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看 继续看好艺术局 希望如此吧 很精彩 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比较遍体 没有比较 只有 一波冲突的骑袭不退突然出现 发起了突袭 星星发现了冲突的突袭 军队正在赶过来 双方战斗单位焦火呢 谢谢 对不起 在场各位大家好 我认为热爱的和赠物的都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我们更可能毁于谁就要看谁的伤害更大了 首先 直接给出标准 逻辑清晰有力 星灵成功击退的虫族的这一波骚扰 这个防守坦可以 虫族 这个时候虫族孵化出了刺蛇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虫族战斗力提升的一个档次 星灵开始撤退了 因此 赠物的影响永远都要比热爱的影响深远得多 综上所述 我方坚持认为 我们更可能毁于我们所赠物的 谢谢大家 两个队伍比分应该相传不大 正方常与表现 而反方则存在逻辑 理论不错 下面看秩序 假设你在热恋中男朋友被人诋毁 你会怎么办 不好意思 我没有谈过恋爱 假设一下 好 那我也假设一下 假设我的男朋友是匹诺曹 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 那我怎么会相信别人对他的诋毁呢 所以说学妹还是太年轻 俗话讲 情人眼里出西施 所有遭遇到情感背叛的人 在时发现都像你这样 认为自己可以一眼看穿 所以越热爱越放心 就会对自己所爱的东西放松警惕 对不对 不对 怎么不对 我们对正常的东西会比较放心 对反常的东西会比较警惕 这不取决于我们是否热爱他 而取决于他本身的状态 可是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和事 往往是盲目的 又怎么会及时发现他的反常呢 你所爱的人都发现不了问题 那那些你赠无比 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事物 几乎是更难发现 文学院的这个三变 在防守上竟然进步这么大 请问对方便有 一个人兴趣广泛热爱生活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是好事 可是如果热爱的东西更容易毁掉我们 热爱的越多我们就越容易被毁掉 这怎么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呢 那是因为热爱的危险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敌暗我明是不是一种很危险的状况 不如敌枪我弱危险 强敌打不过可以跑 但是躲在草丛里的狙击手 你怎么躲 但如果您这个狙击手 只是拿了把喷水枪的话 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躲啊 对于毁于吸烟的人来说 烟是不是他们所热爱的 不 是增悟 因为它毁于吸烟 所以它增悟毁掉它的东西 目前全球烟民数量达到了十三亿人 而仅仅是中国就有三点五亿的烟民 两千年以来 中国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 达到了一百万人 请先举出杀伤力更大更增悟的例子 战争啊 它在历史上导致生灵涂炭 民族绵毛文化毁灭 您能说吸烟带来的伤害 也得上战争 或者说您不增悟 而是热爱战争 没记错的话 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变手回归立论的 你又把质询调成自由辩论了 是 啊 是吗 没人说 第四轮质询开始 有请双方变手 我去 流动了 你怎么好像所有人都输到 我还是挺浪漫的呀 废话 流动了赛场表白都传风了好吧 对方朋友 您好 您好 既然燕鸣热爱吸烟 又为什么要见呢 因为吸烟有害健康 再次提醒观众 千万不要被这些表面 看起来美好的东西所诱惑 因为他们的伤害 具有隐蔽性 吸烟有害健康 是一条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道理 又有什么隐蔽性可验呢 凌方说热爱会让我们放松警惕 对吗 对 所以我们对责物的事情更警惕了 对 那么越警惕 是不是越疏远呢 有些地方正是因为无法保持距离 所以才有提防 当你始终提防这一样事物 是否对她的隔阂 会越来越深呢 不会啊 毕竟距离产生美 面对一个丑女 你眨一下眼睛 也会觉得她更美一些吧 而这种美并非来自于距离 恰恰是不了解 不清楚 不知道什么问题来了 未知的危险和了解的危险 哪一个更危险呢 要看危险程度 有些危险即便你知道 也可能会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比如 深陷迷恋中的男女 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深陷迷恋中的男女 和地震海啸瘟疫洪浪 这些人们深深憎恶的灾害面前 哪一个更危险呢 虽然灾害一定令人憎恶嘛 尼罗河每年泛滥 却是每一个埃及人心目中 最崇高的母亲 那正是因为尼罗河的泛拉 是可以预知的 如果她的洪浪不定期随机出现 带来的不是丰收 而是死亡那么请问对方没有 爱情人是会热爱 还是憎恶女的洪浪 所以憎恶带来疏远 疏远带来无知无知的危险 最危险 眼光不错 小夕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目前看来文学院这场质询 好像比上一场强了不少 现在看来 他们好像在很默契地 进行战场缠斗 质询阶段反方占有 是否能稳住节奏 接下来的小结至关重要 现在进入质询小结阶段 有请正方 谢谢主席 正方说我们对反常的事物 比较警惕 那么请问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是去做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 比较反常 还是做一件自己 憎恶的事情比较反常呢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警惕的永远是那些反常的 灯雾而不是热爱的危害 对方便又说到 我们灯雾战争 这没错 可是我们换个角度一想 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 让我们空前团结 真正懂得了和平的意义 从吸烟到吸毒 在回首被压骗压垮的中国近代时 是不是恰恰说明了 在热爱面前 我们的理性很容易失灵呢 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 一句名言说的恰如其分 人呢 总喜欢那些 对自己没好处的东西 谢谢 我觉得好有道理怎么办 没事 有青脸呢 只有我来 别见了 就许你抢小姐啊 老实点 谢谢主席 对方便又刚才说 战争让我们团结 烟草才是柜子手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回归常识 大家再仔细想想 我们人类 究竟是更容易毁于战争 还是毁于烟草呢 对方便又告诉我 面对我们热爱的东西 我们脑子一热 就会忽略掉其中的危险 那面对我们增悟的东西 我们就能保持冷静吗 我们不也是常常因为增悟 脑子一热 说了不该说的话 做了不该做的事 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 事后追悔过期 我想问一句对方便又 您说的警惕又在哪里呢 对方便有今天整个理论 从热爱的失去 带给我们换面感 到热爱时 我们失去独立的人格 都只是单方面论述了 热爱会如何毁了我们 却没有比较为什么 热爱比增悟的 更可能毁掉我们 而我方从此至终 都在强调 增悟比热爱的伤害 更加直接更加未知 也更加难以弥补 因此 增悟更可能毁掉我们 谢谢 全纯善又硬得咄咄逼人 厉害 这就叫敌进我头 剑招程 哦 谢谢 新闻开始的重图反击了 会不会打击的措施不及呢 重图的机缘赶到 双方势均立敌 重图渐渐占据了上风 我们看到 刚刚拆掉的孵化池也开始恢复了 这方面您是否认为我们身处娱乐时代 正因为我们身处娱乐时代 才让增悟更容易毁掉我们 就像我们对牙华夏那样 有社交恐惧的宅男们 就可以躲进各种娱乐 最终成为失败者和书呆子 既然我们身处在娱乐时代 那您是否认同娱乐至此的观念呢 我沉迷虚拟事件 可能是有对现实世界的恐惧 请问对于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而言 他越恐惧越逃避 对社会就越无知 社会对他而言 是不是就越危险呢 可能女生在追求苗条的道路上 就终得了厌食症 摧毁了身体甚至丢掉了性命 请问是不是他的热爱 毁掉了他的 苗条不会毁掉他们 是厌食症毁了他们 在座到底有多少热爱厌食症的 请站起来 对方便友 看到了吧 您看一下比例就知道 什么叫更可能了 可是对方便友也没有料到 会有这么多人起立吧 不振不知道 一站下一条 这就是热爱的隐蔽性 这么绅士浩大的行为应数 对方没有告诉我 这是热爱的隐蔽性 那看起来 真是不怎么隐蔽啊 请问 您方一直强调热爱的伤害 就有隐蔽性 是不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注意 并且避开热爱带来的伤害呢 当然 我方认为热爱带来的伤害更加隐蔽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地方 越隐蔽越提防 越提防 越不隐蔽 越不隐蔽 越不用那么提防 对方便友 您的论点是个圈呢 请问进入危机中 我们的经济是不是有毁入我们 和金钱的热爱呢 请问 仇杀案件中央的当事人 他的人生是不是有毁入责恶呢 责恶带来仇恨 热爱是不是也会带来仇恨呢 鸡身蛋蛋就是鸡嘛 因爱生恨 爱就是恨嘛 鸡身蛋蛋不是鸡 所以责物带来仇恨 责物也不是仇恨 仇恨是责物的升级 两者本质相同 程度不同 但是爱与恨就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情感 请问对方便友 您怎么可以把这混为一谈呢 我这辈子最憎恨的就是甜豆花 请问对方便友甜豆花 怎么回召我呢 我这辈子最热爱的就是我们学校了 请问对方便友 我们学校又是怎么毁掉我们的呢 对方便友 被敌人打上一枪 跟被兄弟插上两刀 你觉得哪一个带给你的伤害更大呢 我们讨论的是可能性 我们更可能被敌人插一刀 还是更可能被兄弟插一刀呢 敌人的明强意识 朋友的暗箭难防啊 不正是因为热爱 会让我们放松警惕吗 这几天我肖大一心 正因为打游戏送我医院讲究 差点中的性命 请问这样的热爱 你还不够我们学校吗 很巧 我的新闻课作业正好是 对这位同学的深度采访报道 而像您这样不深入加查 就可以轻言一个人被毁掉 这是无负责的业务 当她愿意为自己所热爱的梦想 付出努力 甚至不顾健康 这个热爱本身没有错 而是错在 她对于付出程度的把握 因为电竞对她而言不是娱乐 而是一项她愿意努力奋斗的事业 请问对方便有 会及记忆大家都知道 这样对疾病的憎恶 是不是会毁掉我们呢 可是毁掉我们的不是憎恶 是疾病的 无论是职业还是娱乐 游戏是不是这位同学所热爱的 这位同学是不是毁在了游戏上的呢 你胡说 游戏是她的梦想 是因为有了她所热爱的游戏 才有了她与我们之间的区别 她才为了电竞拼搏 所以她是我朋友中 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热爱在成就她 又是如何毁掉她的呢 可是当游戏都成为职业的话 这难道还不是娱乐至死的极致体现吗 对方便有今天一直在提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但是尼尔波兹曼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认为电视会毁掉我们 但我们今天被电视毁掉了吗 整个自由辩论 从娱乐至死 到热爱的隐蔽性 都是艺术学员的战场 虽然破坏了他们的战场 但是我们自己的却没有打好 这是个不秀的问题啊 还有朋友 难道这是她要您深入的计策吗 我们看到崇敬的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 心灵调整一下决定更新 心灵势无措断 崇敬所言参差 那就对你先说了吗 感谢双方辩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自由辩论 接下来进入比赛的最后阶段 陈词总结 有请反方 谢谢 谢谢 对方辩友今天一直在强调 热爱所带来的危害是隐蔽的 而我方则认为 曾物所带来的疏远和隔阂更加致命 因为最可怕的事情 其实不是曾物的事物 而是我们曾物的态度本身 当我们对一样东西采取曾物的态度 意味着我们选择拒绝接纳他 而与此同时 这种曾物会毁掉我们之间的关系 会毁掉我们对他理性的认知 阿甘正传里说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所以曾物是什么 是你才把巧克力放在舌尖 就告诉你这颗不是你要的 是你才看到巧克力的包装 就告诉你这颗甜的要命我不想吃 是 渐渐的 你开始曾物每一颗 长得跟它很像的巧克力 你告诉自己 这是经验 是的 曾物会变成经验 变成习惯 人生逆离 我们热爱过多少 我们曾物过多少 但我们生活的精彩程度 最终取决于我们尝试过多少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会毁于我们所曾物呢 因为曾物会毁掉我们尝试的勇气 而尝试的勇气 是让我们人生更加精彩的客户 果然即是出现了逆转 心灵 只剩最后一个冲突单位了 新英 诱雅 好战啊 分场比赛获得尽方 文学院 混音 彈簧 好 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获得本届 星际争霸2的冠军是 谢可曼 让我们掌声祝贺他 也请我们的电竞宝费 给谢可曼颁奖 请你们尽情叛动 你的快乐 进入下去 精硕的试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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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ign 加油 愿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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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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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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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Domin